也齊先生他是日本人 他在台灣已經住了13年了 在台灣開拉麵也有9年的時間 我看到國民黨的網站賣了半天了 大概賣3000顆 可是你這個連鎖店拉麵 一買就買3110顆是不是 是的 為什麼要做這個事情 因為剛好是那個3月11號 今年是那個立北大地震的 十秋年 那所以我當初是要買幾顆紅藜 那跟合作的一位朋友 那他也建議 那3110顆就很好的數字 那所以我決定 那為了十秋年 還有台立的一個交流的 紀念的一天的數字 所以3110 3110顆 然後吃一碗拉麵就送一顆 是 那我們是吃一碗拉麵 那拉麵以外的主餐 也是吃一個主餐送一個森林 喔 你是說主餐 反正就吃一個主餐就送一顆嘛 對 進麵還是吃飯 都OK 都會拿到是一個 比這個更大的森林 比這個更大喔 好 那你一個成本是買多少錢啊 一個成本是大概 因為國農也是他很感謝我們 他們也是能夠 非常大方的優費給我的 喔 好 好 那所以大概一塊的成本是50塊左右 50塊很便宜耶 另外一些還是要運營費 喔 好 好 50塊 可是喔 你的拉麵就可以送一顆鳳梨 鳳梨成本要50塊 台灣話應該算起來是了解 就是虧錢啦 應該是虧錢吧 你做這個事情 你現在三千多顆 那現在送出去幾顆了呢 已經那個2月28號開始送 那大概是兩天的時間 一千顆已經發完了 兩天就發一千顆啦 大概我有九個分店 大概一家電視送一百顆 那譬如說台北也公館有一家電 那個電視台北的朋友很熱烈 只有一個半小時一百顆鳳梨發完了 那所以就開始送鳳梨的 那個真的很民眾的熱烈 非常熱烈 對 所以生意比以前更好 生意方面是其實那個 剛好是連續假 喔 連續假期 對 本來是那個生意是比較好的三天 是 但是生意意外 我看到很多客人的笑容 然後大家去說台灣的鳳梨去讚 讚喔 大家很開心 有些客人是那個台南的分店來吃飯 他從剛好說從薑化來的 因為想要那個激起台灣的鳳梨 外線師還跑到台南去為了吃拉麵 然後吃了拉麵就拿了一顆鳳梨 精打細算一下其實是虧錢 你為什麼會做這個事情 台灣的水果在日本受到歡迎嗎 那 日本是那個去年是那個 台灣的屏東的鳳梨 經過到日本 那個時候我看到很多新聞 日本人是非常喜歡台灣的鳳梨 然後我日本人下來一掉 因為鳳梨是那個沖煎的 那個鑫 鑫 以為是不能吃 可以啊 但是台灣鳳梨可以吃 可以吃啊 所以那個很特別 那日本人下來一掉 而且很甜 所以我覺得是那個 台灣鳳梨出國日本的機會還蠻大 但是要努力 因為成功外銷到日本 像是艾文啊芒果啦 香蕉都是很成功的一個經驗 相信在這一次當中 鳳梨應該也可以模仿走過去的軌跡裡頭 再成功外銷到日本 因為您在台灣已經住了13年 開拉麵有9年時間 16年前結婚嘛對不對 對 那請問一下 太太支持您這樣的行動嗎 太太是台灣人對不對 太太是台灣人 跟你一起做拉麵嗎 我的太太是有另外的工作 拉麵是我的工作 那她的工作是 她的工作是那個音樂家 是一個音樂家 大提琴家是不是 是 是個大提琴音樂家 那是台灣人 所以你是在台大讀 法律博士班的時候認識的嗎 是 那您太太支持你這項行動嗎 自己我是沒錯的 支持你是沒錯嗎 OK 那她有什麼樣的一個反應嗎 看你做這個行動 是她提醒你這樣做 她希望你這樣做 還是你自己出來做的 因為我自己那個 我愛她節省錢的人 那所以我買的東西普普通通 但是有時候我被罵 為什麼對外面 對台灣人這麼大方 對家庭沒有大方 我這樣翻譯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對自己還蠻節省的啦 很斤斤計較 可是對外面是很大方的 對 太太應該沒有意見嘛 應該樂見你這樣子 算是 算是對不對 這個野奇先生謝謝你 替台灣人謝謝你 等一下我們繼續跟你聊 從在那個政治訂單當中 所引發的效應 對台灣人來講 因為全面性站起來了 也告訴中國這個OK 你不要想欺負我們這些老實 誠懇弱勢的農民 來 蕙玄怎麼看 我覺得第一個是中國 他挑錯 看錯台灣人的任性 第二個是他挑錯水果來制裁了 怎麼說呢 其實我跟你講 我家的陽台竟然有種鳳梨 他多好種你知道嗎 我爸就是把那個頭切下來 然後就放著 然後就澆水澆水 他就長出鳳梨來了 他一開始長出來的時候 我整個下呆了 而且還可以吃 我整個下呆了 所以這一次我最大的感受是 他搞不清楚鳳梨 其實跟台灣有一個很大 有一個很強的連結性 他就是非常任性 生命很強 財賬你給鳳梨 青菜鳳梨 當然好吃不好吃是一回事 但是這種生命力強 就象徵著我們台灣人的生命力強 所以不是說你今天要來制裁 好像來弄 然後我們就認你宰割 完全不是這樣 而且你要知道 這一次我個人認為 讓我最感動的一件事情是 不管是 比如說演藝人員 像小豬 或者是企業 比如大力光 然後還有包括權聯 這些全部都跳下來 來就是認購這件事情 不能眼看著別人這樣 踐踏欺負我們台灣人